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屉里会有一个木片 这个木片的底面其实有一个图形是跟它们其中一颗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先不告诉你是什么 我先把它再放过去 那么接下来我希望你在脑海中随便的想一个图形 它可以是喜欢的 也可以是不喜欢的 想好了吗 有了 是吧 那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啊 就是说你可以换一次 也可以是不换 好 好了 是吗 那现在把你喜欢图形拿出来就好了 拿起来就可以 五角星是你最后的选择 对吧 是 还记得我说过这个抽屉里面有一个木片 对吧 对 你把抽屉抽出来 好 木片底下会有一个图形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什么 它就会是五角星 然后这个其他的一样都可以 来 给你参差 好 谢谢 你好 今天想给你表演一个很神奇的魔术 运到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盒子 抽屉里它会放着六个不同图形的木片 对吧 圆形 爱心 五角星 正方星 三角星跟六边星 OK 没错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 我们还有六张对应图形的卡片 刚好一一对应的 对 卡片跟木片 对 好 那这六个图形中 你觉得哪一个图形你觉得特别一点 爱心 爱心是吗 是 它是你很喜欢的图形 还是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觉得很特别 很温暖 很温暖 是吧 可以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跟你做的就是一个信脸上的沟通 好 首先呢 我会先把这些木片翻转过来 然后呢 这样打乱一下 让你大概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图形 好 那么接下来我可能就要猜中你类型的选择 好 虽然选择都是未知的 好 还记得我这边的卡片 刚好是跟木片上面的图形对应了 对吧 是 所以我感觉 你可能会拿到这个图形 随便选一个 放到前面就可以了 好 我们翻来看一下你选择的是什么 圆形对吧 很随机的一个圆形是你选择的 对 OK 一切就是那种不可思议 好 当然你会觉得这是巧合 没关系我们再做一次 嗯 第二个我会觉得你应该是拿这个 随机随便 好 我们看你拿到的是 啊 是五角形 好 那么继续 应该是这个 可以拿第三个吗 看 这里是吧 是三角形 OK 第四个的话大概应该是哪 这个 嗯 看 好 这是你拿的 好 那第五个 我猜应该没有问题 嗯 好 这个对吧 是正方形 好 那么现在呢 还剩一张和一个木片 对吧 如果一切都正确的话 我们的图形应该是一样的 你翻开看一下是什么 右边形 哎 刚好 右边形 还记得我们这边应该是五角形 三角形 爱心跟正方形 对吧 对 没错是不是 对 那是五角形 三角形 爱心和正方形 很神奇对不对 对 但是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问过你哪一个图形 你觉得它最特别 你说爱心比较温暖 对不对 对 我一开始就会知道 你会选择爱心 因为盒子一开始 就放了一个全是爱心的筛子 有个问题 你好 很高兴见到 那么今天呢 想给你看一下 很特别的东西 好 首先是一个木盒 木盒打开里面 会有很漂亮的六颗 不同图形的筛子 嗯 对吧 好 好我们先放到一边 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有六张卡片 卡片刚好是对应了 骰子上的六个图形 是 可以检查一下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就是充分的把这些卡片打断 好 打断了吗 然后把它一字排开到你的对 你的面前就可以 这里 对对对 好经过你这么复杂的打断之后 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它的顺序是什么 对吧 对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样子 我希望呢你在这六颗骰子中 想一个 不要说出来 想一个你喜欢的图形 好 可以吗 好了 想好了对不对 以前呢我在给别人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后悔 当然你现在可能不知道后悔什么 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哦 你可以换 或者不换 好换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吧 好 对反正你已经有一个最后答案了对吧 是 好那现在可以把你想的那个最后的图形拿起来 骰子中的 三角形是你最后的选择 对 OK 非常好 一切呢都是我给过你很多的机会 最后你选择对吧 对 还记得这里有很多的卡片 是你刚才洗过打断过的 对 好现在我希望你随便的把你的骰子放到任何一张卡片上 随便 对任何一张都可以 OK 如果说在昨天晚上 我就梦到了今天会跟你面对面在这里交流 并且也梦到了你会选三角形 神奇吗 当然 这个木盒的下面会有一个抽屉对吧 对 你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木片 对 那么希望你可以亲手把木片打开看一下 另外一面的图形是什么 它会是三角形 不仅如此哦 卡片是你洗过的 对 你随便放在上面的 对 你会发现卡片翻开之后呢 并没有出现三角形 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说明你随便放在卡片上面 就会是这个三角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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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